第三届华航联谊会的开幕典礼是由大会主席杨管北主持, 严副总统、交通部长张继正、 调委会委员长高信和国内外行业界人士一百多人参加开幕与此。 严副总统应要在大会中致辞,他指出, 在世界行业面临着激烈竞争和革命性的大转变中, 我们必须要改变旧有的营运观念和方式。 严副总统同时勉励华舱行业界的人士要对祖国的经济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交通部长张继正接招致辞, 他希望华侨行业界的人士能够回国于投资国内的造船事业, 以配合我们的经济发展和贸易的扩张。 大会今天下午举行了第一次全体会议, 听起了交通部市长王郎清的报告, 明天将继续开会。